一想黄金万两是一句著名的谚语 可是一场战争究竟要花多少钱 战争最可怕的是 它不仅会花过去攒的钱 现在用的钱 还会花掉未来要挣的钱 非洲小国的军阀火币 把人都打光了 可能也就几百万美金的事 最多也就算是个过家家 没有雄厚的战争潜力 上下一心的人民意志 庞大的资本 根本就不可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而我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 雄厚的资金储备 完毕的战争潜力和14亿人口的基数 庞大的战争潜力 使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胆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战争 不过假如有一天战争真的爆发 全体中国人民肯定会全力支持解放军 那么全国人民每人都捐出1000元的话 这些钱够军队打多久 如果一人捐出1000块钱 14亿人就是1.4万亿人民币 如果小党有这些钱的话 每天在家啥都不干 吃利息每天就1000万 把1.4万亿平分给海陆共三军的话 每个军队有4200亿人民币 对于空军来说 4200亿人民币大概能打造 二分之一的限银空军力量 按照一个航空旅 8架尖20 8架尖16 和20架尖10C来算 一个航空旅的装备投入 大概在175亿人民币上下 4200亿民 只要拿出3000块亿人民币 就可以采购20个航空旅装备 对于海军来说 4200亿人民币可以打造出 3支航空战斗群 3支航空战斗群足以横扫全球 除了美军以外的所有海军 看起来1.4万亿好像完全可以 令部队装备坏人一起 不过一旦战争开启 战场的消耗将会发生 为一头吞金巨兽 1.4万亿这个庞大的 让人心脏抽出的巨团 在真正的战争面前 还真扛不了几天 一门300元火 仅元火12管骑射 一次就要900万人 放一次一栋海盘连树就打没了 一发附队导弹 价格大概700万人 飞行小手提案 人家老死来死打出去了 到时候天上投下来的 地上大开的炮弹 可都是一辆的豪车 地上出现它的自行火炮 其中一辆的炮管价格 可能就比500强企业 这份终身老短的身价还高 不说贴纳的 就细节不算 就完全是前缀起来的 一顶凯夫拉防弹头盔 是一名战士的一个半月工资 一把小小的军用军刺 价值也超过小万头猪 美军在当年的伊拉克战争 共花费7630亿美元 以当时的汇率 大概是6万2000多亿人民币 而这6万2000亿人民币 也刚好够美军 打一场主要军事行动 仅有25天的战争 要知道6万亿人民币 可是1.4万亿人民币的四倍 所以说 大家还是祝愿世界和平吧 连腰长万贯的美军 都不得不高喊 敌在国会山的口号 可见战争到底有多费钱 关注领夺军武 了解更多军武知识